坤之泽人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跟你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是上Ella老师课的时候 Ella老师突然告诉我说 我身上没有人的味道 她说我每一次 等一下 怎么开始夸自己了 是吧 没有 没有 是仙女 是吧 有一个前因后果啦 就是那天我们在上声乐课 然后我唱了自己的部分 Ella老师 我就很期待地站在这里 再等老师给我的评价 他跟我说 我在他那儿是很完美的样子 我还蛮高兴的 但其实就是 我想问您的是 因为在我这儿 我觉得我私下什么样子 不重要 私下是什么样子 不重要 这个观点很极端哦 其实很重要 比方说像我就经常问 他们私底下练得怎么样 所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无数的眼睛 无数的放大镜在盯着你 所以你不能觉得有什么 这个不重要 我不管这个 对 就Ella老师说 我不管是舞台 还是在上她的课的时候 表现的都是比较 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很工整 专专业上的 他说挑不出什么优点 也说不出什么缺点 就我也有点遗憾 就是没有让Ella老师见过我 可能更真实的样子 所以老师说 我身上总是少了一点 人的味道 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 对 我等一下给Ella姐发个微信 好吧 我说曾可妮是人 她就是人 曾可妮是个人 谢谢坤制作人 我也喜欢这么干净利落的答案 好的好的